我們來試一下KJWOX的M9A1 這個煞車版2021年我買的 應該算是2019年版的M9A1 來試試看它準確度 然後拿到這把槍剛剛已經先調好彈道了 然後現在拿到之後不到兩個小時之內 我們來試試看它的準確度如何 先來設計一個彈夾大概有23發 來看一下前面的把的搖動 那為了便於便室我們只設下面那四個把 然後上方那個白色那個比較鈍的 那個就不要了 然後我們的國旗剛好今天是國慶日 順便讓各位看一下中華民國國旗 以及目前的風的大小 來吧 設計距離5公尺 前面的把每個把的圓的直徑是4.5公分 他有4.5公分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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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7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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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,射擊結束,剛剛的感覺上 這樣的準確率應該有到八成吧 然後我自己調好到HOLD UP之後 我瞄的就剛好就是它的 這個原靶的中心 它也不會特別要瞄高或瞄低 那HOLD UP的話 我覺得是還夠用 它的調整是用一個1.5mm的六角板手伸到裡面去調 有點難度 然後因為它的整個槍身都是金屬的 所以下槍身的重量會讓你在射擊上不會往上飄 這也是一個好處啦 加上槍管蠻長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在精準度上面 如果射手你們想要多練習 我覺得是可以去用心的一把槍 如果有的槍本身就不準 你再多用心 我覺得就沒有那個效益 好,以上跟各位測試到這邊 拜拜